波文你在幹嘛啊 欸 我上個月多繳三千塊房租欸 我擴張一下我的領土合理吧 啊 我整個擺成這樣 我怎麼睡 你怎麼睡 你看看 你那邊 你是不是桌子椅子都在你這 我這邊有桌子嗎 你看我這邊領土有桌子嗎 什麼都沒有 突然平急 我擴張一下合理吧 我大一點合理吧 不是啊 房租是我簽的欸 租約是我簽的 萬一發生什麼事情 我要單欸 啊 房租 房 房東原本就說 不能兩個人住啊 萬一被抓到我要單欸 我的領土當然要大一點啊 那你要大一點 那全部都給你啊 這邊的房價這麼貴 你住得起嗎 要不是我們兩個人分租 你住得起嗎 不是啊 要不是我跟你分租 你也住不起來 欸 埔林 我啦 靠北 房東這時候怎麼會來啊 快躲起來 被他發現死定 躲起來 躲起來 不是啊 這房子這麼小 我要往那躲啊 欸 埔林 欸 房東 欸 欸 今天躲 欸 OK吧 趕快突然過來 欸 啊你 你這個 欸 啊 你這個不要貼到牆壁欸 喔 不是啊 那這是最近在忙的作業 好啊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好啊 那貼好一點啊 啊對 房東最近去歐洲玩啊 在機場買了禮物啊 送你 喔喔喔 好好 謝謝 OK啦 房東就是看著你這種 交友圈單純的人啊 你知道最近房客 大家有些都會 亂帶男女朋友進來嗎 有時候還帶一些 朋友來喝酒 可是埔林你就不會 你就不會亂帶朋友來 交友圈又很單純 不複雜 房東就是看著你這種人 才會把房子租給你嘛 謝謝 你也知道了 這附近在蓋捷運嘛 我們這一代房東可能 大家房價都會漲 房租會連帶稍微調漲 蛤 又漲 喔 房東不是你想要那樣子啊 不是不是 呃 他說我從 南部上來一個弟弟 你今年已經漲三次了 你知不知道 我為此建了兩份工耶 欸欸 埔林 你們兄弟今天好像有點複雜耶 不是啊 我弟弟他比較雞婆 什麼雞婆 這件事直接優關到你 你下個月你就要被漲房租了 你壓力還不夠大呢 欸欸欸 等一下等一下 你說誰有壓力啊 你知道這條街蓋出來 我們很麻煩耶 如果我今天房租不漲 欸這樣我連動房價我都會受影響耶 我這樣可能損失五百萬耶 啊你們平常這樣工作才幾千塊 五百萬房東心會流血 什麼心在流血 我們勞動階級的血和汗 你有止住過嗎 埔林 他什麼事都沒做 他就坐在那捷運拉過來 他就賺五百萬 他有五百萬 他很快就會有下一個五百萬 下下一個五百萬 他可以買另一間房子 另一間房子 另一間房子 我們要存多久才有五百萬 在這之間我們要繳多少房租 在這間他又有多少個五百萬 他可以賺多少 我們就充多久 不是嘛 這個捷運也不是我說拉就拉到 他自己要拉過來我有什麼辦法 他一拉過來 我這裡挨家一戶 我每個都要去講 我這樣很累耶 我們這邊還是有新的合約啦 你先拿去看一下 好啦不要垂頭上氣啦 我能不垂頭上氣嗎 你欠這個不平的條約 我能不垂頭上氣嗎 我們都已經住到這樣割一半了 難不成我們要再割第三半出去嗎 欸好像可以喔 我們可以找第三個 蛤 欸我最近有個學弟好像剛好在找房子耶 我們這樣除以三 欸我們還會賺喔 欸唷 真的假的 感覺可以喔 欸福林 趕快打他電話